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才馮國經先生說到 他是第四代的香港人 我是新移民 我住香港不超過25年 所以我對香港的看法 或者和各位有不同 剛才介紹我,我是科學家 的確我回香港來是參加科技大學的創建 我是香港科技大學的第一任工學院的院長 但是我今天講的 和工程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講到1963年 我第一次從台北到香港來 我住在七恆島的一個同學的家 當時同學的父母對我非常之好 帶我去附近的Ambassador Hotel 去吃牛扒 但是在他家的三天 不准洗澡 因為當時是沒有水的 四五天 好像幾天才有四小時的水 所以我是生病第一次有三天的時間 在夏天 拿一塊小小的毛巾 沾水 抹一下身體就算了 所以我很快就離開了香港了 1972年 我又回到香港來 我當時住在利敦島的Park Hotel 為了體驗香港人的生活 我去看過大牌黨 吃過幾次大牌黨 所以我知道香港的進步是怎樣的 現在的大牌黨和以前的大牌黨都不同了 我又去過中環 當時我從美國回來 覺得中環相當破舊 又去過灣仔 看到邊地都是酒吧 美國大兵很多 這就是我記憶中的香港 1978年 中國開始開放了 我和家人經過香港去內地探餐和講學 有在香港的朋友建議我去國貨公司 買一部十四寸的彩色電視 他說這個很受歡迎的 還有他說現在去國貨公司沒有危險了 以前去國貨公司是有危險的 是不是 所以我又記得這件事 因為我在美國到處買電視 去哪裡都沒有問題 那時候 那部電視機送給我阿爺 他不僅是一家人看 附近的鄰居每晚都來看 變得很受歡迎 我這幾次來香港 真的體驗到香港人的 香港地社會的自由開放 香港地社會的自由開放 又感覺到 香港從1949年 好像剛才說到的 到1978年 這30年 其實是得益於中國的孤立和封閉 如果中國很開放的話 香港未必有這樣的發展的機會 但是1978年之後 香港又得益於中國的開放 改革與開放 所以香港的福地 中國關閉 香港又有機會 中國開放 香港又有機會 這就是我對香港的思考 但是香港人 的確是很勤力 很拼搏 剛才廖教授也有說到 好了 香港人中間 有很多人 都有一種被秦始難 這種中國的圍盲 的心態 所以他一點都不挑戰 英國人的統治 以及文化上 又有一種中國人的情懷 但是由於兩地的隔離 對於中國內地的情況 既不滿意 又不是十分之清楚 我在台灣讀書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是看香港的國語電影 或者聽香港的國語流行歌曲 但是到了1978年 俞語電影和俞語歌曲 就比較流行 我今天講的分四段 第一段是當初 剛才就是當初 第二段是後來 後來呢 1983年 我又去回內地講學的中間 娶到香港回加拿大 我幾個在北美洲認識的朋友 其中有一兩個可能在這裡 就很自好香港的成就 還有我自己的經驗 都是香港當時 1983年 香港當時的銀行的 信息化的程度 比當時的加拿大 肯定是進步很多的 還有我當時朋友 已經有人說到了 深圳本來是農村 現在慢慢有機會了 有人想著回去投資 有人想著回去做生意 都有這種情況 所以看到香港已經開始轉變了 但是1989年 1989年秋天 我太太和我被邀請到香港參觀一下 還沒建設 還沒設計好的 香港科技大學 因為同時帶我去以前英軍的 沒有用的基地 大舖仔 去看一下 站在大舖仔的山頂 看到海 所以想像可以在參加 建立一個二十一世紀 為香港、為中國、為全世界 培養科技人才的地方 我們受到很大的鼓舞 跟著又 因為我一向去看過灣仔 看過中環 所以科技大學的同事 帶我去 老爸的禁規證 帶我去萬二水庫 看到香港的幽靜的一面 是不是 這叫幽靜不對 啊 幽靜的一面 同時我又看到 經過越南南人營 就感覺到香港人 真的運氣和越南人何其不同 越南人國家經過戰亂 出生入死 落了水、入了船 收到南人營 不准出去 香港人可以靠自己的拼搏 建立自己的生活 但是1989年大家都知道 在一個整個華人世界 都非常悲觀和憂慮的一年 我們排除了那種憂慮和悲觀的情緒 不是沒有 但是我們抱了一個 審慎樂觀的心情 決定來香港工作 作為一個新移民 就由那時候開始的 那 那 就 要快點 是嗎 好了 一跳跳到1997年 97年6月16日和17日 我 我在信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我其中說到 政權的移交 可以一夜之間完成 但是香港人的心理回歸 他需要一段過程 當時我遇見到這個情況 因為我對於香港人的心理狀態 已經有點了解 但是我絕對沒有想到 15年、17年之後的回歸的過程 心理回歸的過程是如此困難 那 我覺得香港人的確是 很多人心裡未曾完全回歸 未曾自己以中國人自居 他說是說我是中國人 但是未真正了解 香港在一個兩制之下 有一個有兩制的情況 原因很多 剛才也說到 一百幾十萬人 是由於中國內地的戰亂、政治運動、文革等等 來到香港的 所以他先天已經對於目前的狀態 是抱有不滿的情緒 第二 就是1989年天安門前的事件 是變成香港歷史上 位置最長 以及人屬最多一個整體的社會動員和政治動員 那個動員之後所產生的一代 這個影響是非常之深遠的 最後就是近二十年來 就全球化的情況之下 每個年輕人都希望以地球穿一部分自居 所以就對於國家、民族沒有什麼注意的 自己覺得是地球穿的一部分 他們又將英、美、西方國家已經建立的世界觀 或者制度作為一種標準 我又講一下 英、美、法、荷蘭這些地方 怎會有現在的制度 總而言之 這三種情況 是我們的教育工作者 是我們的傳媒工作者身上都有體現 但是傳媒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 又反過來影響其他人 所以我們目前的狀態 我覺得是由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到目前 現在說現在 現在 由我對於香港人的住房來開始 我當校長的時候 特別是1997年至1999年 我每一年都去選十幾二十個學生的家去訪問 我在美國、加拿大、法國都住過 台灣都住過 坦白說我看到學生的情況 很多學生的電腦都沒有地方擺 吃完飯、抹下台 就是做電腦 做完電腦 台就拆了 再做牆 所以香港同樣 社會階層 同樣收入的人 比起美國、加拿大 不能比 就算比台灣 甚至慢慢來講 內地的中產階層 都是差得多的 所以這些來說 對香港的心理狀態 對於人和人的關係 是有一定的影響 以及報紙、電視說到的龍屋、劏房 更加是真真正正是香港一部分 我們香港一部分市民的生活的寫照 我又記得2003年 那個溫家寶總理來 見證了CIPA的簽訂 他講到香港的情況 我都有機會去賴斌府參加他的答案會 但是他前腳離開香港 第二天就是七一遊行 這個七一遊行 又是做了一個香港整個社會的動員之一部分 現在2008年 我當時在北京大學舊書 住在北京 北京受到衝擊 香港受到衝擊 兩地政府都是用了自己的能力 來對付金融的海嘯 但是海嘯還未完 都未見到北京也好 尤其是香港樓價 就不會升了 升了三四年之後 差不多所有人 包括我 都買不起自己的住屋 住屋的了 2012年 我又記得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見到政府有一個對於國民教育的指引 這只是一個指引 都未有正確的內容等等 但是已經引起很過敏的媒體 很敏感的媒體 不論是三媒體還是傳統的媒體 一片嘩言 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洗腦的工具 限制思想的工具等等 這一次政府敗了 又是等於為這次的佔領運動 造成一個前奏曲 其實事實上 剛才已經有幾位港姐說了 香港在英國佔領的時代 在1925年審港大罷工的時代 都是跟中國山水相連 血脈相通的 中國好香港會好 好像董先生剛才說過 1925年甚至清朝的時候 孫中山以這裡為革命基地 都是一部分的 香港離開中國是沒有可能性的 根本就是 地理 當初地球運作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這個可能了 所以香港 確實實是中國一部分 從來 香港不論任何時候 從來不是一個單獨的 獨立的政治實體 今後我認為都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不確認這一點 不是心理上認同這一點 很多事情都會看不慣 基本法是保障香港的法律 一國之下是中央授權 讓香港實行基本法 我們又不用交稅 又不用當兵 又有自己限制自己 管理移民的程序 可以發自己的護照 護照比英國以前的護照 還是免簽證的地方多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得到好處的地方 如果一些小的地方 我們就說要改 基本法這裡要改那裡 改來改去 如果內地的人完全沒有感覺 完全沒有反感就算了 如果他們都有感覺 都有反感的話 他們都要改 改成我們不喜歡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支持基本法 不只是法治的問題 都是一個自己了解香港的發展過程中間 需要這樣一部基本法來保護我們 進年來 由於內地自由行 增加了很多舊業的機會 但是很多遊客 令到本來就是雍仔的香港 變成更加雍仔 在地鐵上面就是很明顯地看到的了 不只是雍仔和拖著那些行李箱等等 有些遊客 某些遊客 他們的行為 的確是令到香港人不習慣 甚至不快的 我知道十九世紀的時候 還有巴黎人 對於鄉下佬就是這種態度 但是它因為是一個國家 它就沒有什麼真正的大不了 二十年三十五十年之內 他們都變成巴西亞人 就被重罰了 紐約人也是的 看不起波多利格人 看不起南方來的黑人 但是慢慢地 紐約人就變成一個 就是大家都會 如果我們香港 因為自由行來了很多遊客 這些遊客對我們的經濟是有好處的 有些不便 有些不快是可以的 為了這個 就想要辱罵內地遊客 你想內地人是怎麼想的呢 就想要脫離 甚至有些人說 不准建立高速工鐵路等等的 刻意和自己的福地隔離 我覺得這是很愚蠢的一件事 但是就算很支持基本法 很支持一國兩制安排的人 經過這十七年來的實踐和摩索 我相信都有些反思和一些難化的 不如說我看到 我自己完全個人看到 行政長官是不容易做的 他沒有一個黨 立法會裡面有這個黨那個黨 他沒有一個黨 就算所謂建制派 建制派是人家標籤的 建制派隨意可以投票 沒有一個party discipline 美國國會裡面有黨邊 WIP有黨邊 英國都有黨邊 但是呢 PIN是邊 WIP 對不對邊 所以呢 還有由於基本法不想改變 最盡量保持不變 所以港英時代的行政主導 保留下來 行政主導 又配合了 立法會 或者區議會等等的民主進程 這個中間會有點矛盾的 行政一方面主導 一方面我們大家都認同的民主過程 進程需要 那怎樣去莫合呢 莫合就是一個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值得我們這個基金會金號是來思考的 再跳一頓 我覺得呢 我想說一段故事 今年五月就是幾個月前 我有一晚很大雨之間搭的士 下車的時候 顧著撐個雨傘 我不是雨傘運動 我顧著撐個雨傘 我忘記了我的錢包留在的士上面 第二天早上我去警署報案 當時的警員 態度非常良好 非常專業 我報一句 我退休之後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不是因為他們知道我是誰 報案 他很慌張辦事 跟著說你應該去哪裏哪裏補 於是兩天之內 我去了辦我的身份證 回鄉證 駕照 還有有三間銀行的信用卡 當然我心中情緒不好 但是每一個地方 那個手續都非常簡單 清楚 有效率 辦事的人員 專業 甚至有些是友善 同情 那這一刻 雖然我很清楚 剛才廖教授說了的 1983年我來香港的時候 香港的GDP 是佔全中國四分一 2014年我忘記銀包的時候 香港的GDP 佔中國五百分之三 雖然我明知道 香港的競爭力 總體的競爭力 相對於內地來說 不斷地滑落 但是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香港 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地方 還有我每一次 從外面回來 入到香港機場 回到家的路上 都有個感覺 香港真是一個好地方 Things work People are nice 這種地方令到我今天 接受願意來參加這個基金會 團結香港基金會 看看我們怎麼可以 為香港創造的未來 這次香港的佔領運動 怎麼收場 政府怎麼善效 我是不清楚的 但是我很清楚 很不幸 香港已經受到 喪重的內傷 都說到 第一 社會撕裂 彼此之間開始有了猜疑 你究竟是不是支持的 你究竟是不是反對的 我都簽了名 我不說我簽哪方的 我簽了名 第二 剛才Lord Goldsmith說了 法治的基礎受到傷害 這個是我們最 賴以自豪 賴以為生的一個 基本的條件受到傷害 經濟上 我就不多說了 如何為低技能的人 找到充分的就業機會 如何能夠令到老人 可以有尊嚴的 不扣子女 以能夠獲得健康尊嚴的生活 中產階級 如何能夠 不要背著這麼重的 供樓的負擔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青年人 如何可以看到自己有前景 如何可以為自己的前途 以下定志向奮鬥 因為如果沒有了志向 沒有了動力 我們香港就沒有前途了 這一代的年輕人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沒有了動向 沒有了志向的話 是香港最大的不幸 我看過不少歷史 我最近七年來 在北京大學 青夏大學 我土耳其的幾間大學 都是講人類的歷史發展 縱觀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 地理條件是社會發展最主要的第一條 譬如說希烈 因為多山近海 所以它就發展出一種 冒液的生活方式 商業冒液 海上冒液 西藏因為是高原 它就發展出一種 在高原的 遊墓的 或者是有些小小的農業的生活方式 你能夠設想西藏人 想要去過西 希烈的生活嗎 由於這個緣故 第二就是 生活方式之外 就找到一種社會的組織 和管制的模式 西方國家 荷蘭最早 我講到西方 荷蘭、英國、法國 他們早期掌握到technology 早期掌握到軍事的力量 所以建立了很多海外的殖民地 增加了財富 由於這些財富 令到他們國家內部的人 受到良好的教育 商業發達 於是建立了他們現有的民主制度 其餘的目前二十世紀 經過後自民主義之後 模仿這些國家的殖民制度 模仿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 造成的民主國家 就是我們放眼看他們 目前的菲律賓 或者是印尼 印度等等 沒有一個可以取得這麼進步的程度 因為它的地理環境 歷史環境不同了 中國有中國的傳統 有好的地方有壞的地方 不論如何 今天中國是由過去的中國來的 過去的中國就是過去的中國來的 地理是沒有改變 但是歷史的傳統在 因此如果我們對於中國目前的制度 有質疑、有盼望是自然的 但是你希望它一步當天 可以用你自己覺得英美的方式 選舉來決定中國以十三億人的統治方式 我想是很困難的 我們香港有機會跟著基本法 實行自己的民主的發展 是很幸運的 但是將這個制度放到十三億人來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夠work 我說things work in Hong Kong 我不要說任何things work over universally 是這樣的意思 再說多一句 美國現在有識之士 很多人都覺得 美國這個研發制度 現在選舉費用這麼高 選舉的頻率這麼高 所以每兩年就選一次 於是很多有識之士 美國的客觀的自己有自省能力的學者 都在那裡問 我們是不是我們的制度 已經到了應該要改變下的地步了 就算沒有改變之前 我想說最後一句 我在美國住過這麼多年 1865年內戰之後 黑奴是被解放了的 法律上是被解放了的 但是1965年 我看美國選舉的時候 共和黨和民主黨 它的提名過程都是幾個大佬 在雪茄煙 及雪茄煙之外 決定誰是做候選人的 這個提名制度 不是大家公民提名的 在1965年 黑人都沒有投票權 不是只有少數黑人有投票權 是1966年之後才有投票權 就是黑人解放了 法律上解放了 18年之後才有投票權 以提名的制度 到現在為止 都不是每一周 都有公民提名這件事 所以永遠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競爭 第三黨都非常困難 非常難以出來的 所以我們香港人民主的進程 當然不可以照大陸 因為大陸的進程比我們更慢 不可以照台灣 台灣立法會的佔領 比中國人佔領更差 也不可以照英美 英美有它自己的發展過程 有它的天然資源條件 所以我們一定要摸索 最後我想說到 我們如果真是想要發展香港 香港的地理位置 是有自然的土地 珠江流域、華南 甚至整個中國 都是中國的大陸 都是我們的土地 New York之所以成功 是很多New Yorkers 去了Texas發展石油 去了Pittsburgh發展電器 New Yorker去的 不是本地發生的 香港人可以有志向 有技能 有管理技術 可以維持香港人的身份 又去內地發展 現在未來的三十年 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的時候 香港大批有志向、有能力 有眼遠見的人可以去的 所以最主要的香港青年 應該有歷史觀 國際的視野、國家的視野 那個大的天地 就令到它不會覺得 生命是如此不可承受之重 最後呢 我想說到 如果真的有大批的香港人 青年 可以去到內地不同的地方 建立了它自己的自業 甚至家庭 有實現到它個人的智慧 這就是對國家、對香港、對個人的三營 我希望見到的香港 就是三營的狀態 多謝各位 謝謝